內地一個15歲的學生在學校被老師打到頭部積血 要做開爐手術 攝氏的老師已經停職 他否認有打過學生的頭部 又將會衝補到 15歲的知同學今年9月份升讀河北石家莊 一間醫學中等專業學校 但是翻了兩日學 他就已經去醫院 原因是他在通訊群組裡面 傳送了辱罵老師的語音訊息 老師一生氣之下 將他帶到宿舍偶打 閉路電視畫面也都見到 身著背心的老師將他帶走 先是拿著棍子 然後一下就敲我頭的中間 然後就我當時有點暈 我就跟他說 我暈我特別暈 然後他說你別捉我 然後就又給我一棍 就打到頭右邊的這邊 不過那個老師說 自己沒有打過豬同學的頭 頭上的傷 是他扣頭認錯的時候造成 我就打了他幾棍 打的是他的胳膊 還有他的腿 當時我都有這個視頻 還有七八個學生 後來他普通他就過會 他老師我錯了 他老師我錯了 他自己就在那兒刻 刻了十來個 然後他當時刻的力度還非常的淡 但朱同學就說 是老師逼他下跪溝頭 如果拒絕的話 就棍棒事後 他讓我刻 然後不刻 然後就打我 那我刻再用意 我不可能就是頭上都骨折了什麼的吧 經過診斷 朱同學頭腦裡面有積血 要接受開爐手術 同時左耳耳膜穿洞 身體有多處骨折和乳青 家長已經報警 事件曝光之後 引起不少民眾的憤怒 表示老師缺少私德 並認為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沒有理由要學生叩頭 學校方面就說 攝氏老師已經被暫時停職 正等候警方的調查結果 有線電視記者張偉聰報導